區域霸權在東海南海擴張 深靠印太的情勢之下 用行動表達對臺灣的支持 顯得格外有意義 以副總統身分 接見立陶宛國會議長訪問團 賴清德持續扎根外交學分 要供總統大位外交格局更顯關鍵 據我們掌握 他目前有更進一步的準備 最了解賴清德將在本週四 邀請各國駐台大使與代表 參與外交交會 會中他將會闡述自己的 外交路線及臺灣如何 與世界合作的堅定信念 賴清德將會發表公開演說 民主 和平 繁榮三大主軸 除了討論建立密切的民主聯盟 更強調臺灣在臺海 及印太區域的和平貢獻 拋出展望能跟各國推展 經貿合作 提升貿易鏈結 預計整場外交酒會 會有破百人參加 接受了許多國際媒體的訪問 那包括也有投稿 這個華爾街日報 等國際媒體去闡述 他對於未來國家在發展外交 國防 經濟合作 等方面的相關的政策理念 拉近與全球民族陣線的 一個夥伴關係 美國AIT主席羅森伯格訪台 賴清德也親自接待 介紹臺灣客家文化 兩人表現馬吉馬 同時身為副總統 持續外賓互動 也以民進黨主席身份 主動出擊 邀請各國使節 參與外交酒會 賴清德搶攻大位之際 先努力證明自己的外交格局 先喜歡層面節目的 朱樹君 赫別報道